演出出现意外着实让人难堪 在德云社这样一个每年上演无数且有固定演出的团体 对演出意外早已有了驾轻就熟的补救措施 比如说跑活 观众接下茬 剧场音响没声音等等 对于这些每一位演员都有自己的应对方法 而作为当今出国的岗外的台柱子岳云鹏 却遇上了职业生涯上最窘迫的一次意外 甚至主动要求退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当初岳云鹏接到商演通知 便和自己的搭档孙岳前往徐州 他们去之前从没有想过他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尴尬场景 演出当天 岳云鹏带着一众师兄弟来到演出场地 此地原本是办车展所用的场地 只是商家改造改出了舞台和观众席 节目开始之后 岳云鹏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下面观众很多都反映听不到台上说的是什么 对此 岳云鹏第一时间找到了主办方询问音响问题 以及话筒是否出问题 主办方也第一时间检查了音响设备 发现并没有存在问题 一切都正常使用 可听众听不到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这时候有人说观众不是听不到 而是总是听重音无法正常感受现场的表演 那天呢 因为有大部分的观众听不到 听不清 我说那没有办法 只能退票 是历史上德云社出现了退票的事件 当时就上热搜了 岳云鹏许州退票 但是也就是退了一个四分之一的观众 盛的观众还是忍耐地听完了 忍耐地听完了 而我们一直在满足现场的留下来的那些朋友 把我们会演的能演 对此岳云鹏无奈了 即便身经百战什么问题都遇过 可是重音是什么情况 甚至后排的观众都能听到四遍甚至五遍重音 在反复排查之后才发现问题所在 原来这所场地原本是为车展准备的 四周全都是玻璃围墙 甚至顶棚也只是简单的铁皮 这种情况下声音无法聚拢 只会在场馆内不断反弹 最终导致观众们听到的声音是回音 甚至后排的观众听到的都是第四遍甚至第五遍的回音 对于这种情况 岳云鹏属实无奈 但是面对热爱自己的粉丝们 又不想就这样让他们失望 最终当机立断跟全场观众表示 这一场的相声可以退票 要知道在此之前 德云社可从来都是以不退票为德云社的服务宗旨 可想岳云鹏是担了多大的风险才说出了这样的话 不过岳云鹏和孙岳两人还是坚持到了最后 他说即便台下只有十个人能听到 他也要这十个人满意而归 最终的结果让岳云鹏自己都没有想到 当时的情况下 确实有一部分观众选择了退票 但是现场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都没有选择退票 甚至在剧场大喊 不退撕了也不退 面对观众的热情 岳云鹏就这样完成了演出 现场的氛围似乎并没有因为重音而变得冷淡 反而观众们似乎学会了某种厉害的技能 能在模糊的重音中捕捉到二人的声音 甚至低时间吃下包袱 哈哈大笑 事后岳云鹏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篇文章 大致内容就是描述了一下当晚发生的事情 结果第一时间就有热粉丝站出来回应 这位观众当时虽然选择了退场 但是人家依旧没有退票 就是为了支持岳云鹏 为了支持自己喜欢的相声演员 其实德云社能有现在的规模 不得不说每一个演员都做到了鞠躬尽瘁 将心比心 如果演员不把观众当回事 还会有这么多的热心粉丝们支持你吗 那些曾经伤了观众心 也伤了老郭心的人 如今你们作何感想 看到岳云鹏如今的成就 突然想起老郭一句非常霸气的话 我要想鹏门口那保安我都能让他红 当然这句话不是针对岳云鹏 针对谁大家自己心里有数就好